在书记当中 光宏显灵 教法如明日 总的来讲 这所拉荣佛教大学的四种眷属 都正在修学 下之四眼里心 人生难得 宿命无常 轮回痛苦 因果不虚 修了这个 就像《三主谣道论》里面讲的一样 就是前两个对今生省眼里 然后因果不虚和轮回痛苦 是对下世 对来世省眼里心 这叫做四眼里心 然后我们修行的话 下之四眼里和上之大圆满的法都在修 就是拉荣佛教大学的这个 如果有认为我们这个司徒师修的主要核心是什么呢 它是以别解脱作为基础 就是这个别解脱作为三层当中的别解脱作为基础 然后菩萨层 菩萨道为扩展 然后以大圆满为究竟 这个话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对别解脱的纪律的接触 然后有菩萨道 有菩提心的摄持 最后有大圆满的这种 应该说是见解来得到究竟 就是我们如果讲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和无耳慧的话 也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样的窍解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其中呢 就是讲这个别解脱而言的话呢 就是汇集了这个戒律 这个奠基的所有的要义呢 是这个根本律 就是根本律是以前法王讲过的 就是功德 功德广的这个根本律 就是我们学院藏族这边就是讲的 汉族这边好像没有汉文 就是一定好像没有翻译吧 然后比他这个具有五种这个超胜的特点的 就是戒律缓慢论 就是戒律缓慢论 法王是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很重视 但是现在好像我们学院里面也没有这么讲 当时我85年的时候在金黄堪布那里得过 后来在88年的时候呢 我跟藏族的就是当时 就是跟藏族的有个别的喇嘛也讲过一遍 就是然后本来像是这个比较浅显移动的翻译 但是呢也没有翻译成 就是好像以前我们这边也讲是讲过 就是《大藏经》里面有就是 什么根本说一切有不 什么那个毗朗耶诵 就是这个《大藏经》里面是有的 有三卷是一经翻译的 我们这边的也是当时堪布堪布有一些讲过 就是包括什么 知证堪布讲过没有 截止堪布还是谁 就是去年有一个厚厚的讲迹嘛 就是啊 是吧 截止堪布 所以以后看我们这个可能难懂一点 一经的这个翻译 但是呢也可以 讲原来是有融洞的那个注释 就是我是当时一起翻译 但后来也这个人生很短 就是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呢随着时间的退译 在藏族学语当中 这部这个《幻满论》呢 就是在传统似乎已经就是暂时隐漠了 但是法王呢 就是当时对这个法很重视的 就是所以呢 也是就是弘扬起来了 就是是当时 因为他的坐子前世的话呢 就是也是萨格拉就是那个 好像当时说的是皮摩尔区啊 是什么 就是藏文当中 其实这个印度的一个阿罗汉 就是叫萨格拉 就是他造的 然后接下来 菩萨的这种教言当中的话 无与伦比的 就算是这个《入菩萨行论》 这个我不介绍了 《大圆满阿地悠嘎》当中呢 就是具有所有窍诀的计划是 就是上师行的 就是其实我来的时候呢 法王最重视的 《戒律华曼论》和《入菩萨行论》和《上师行的》 上师行的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今年 男众女众 大家都已经得过传承 也得过灌顶 然后这个法本的话呢 当然法本光是这样看 也不一定看得懂 有些法师不讲好像不行 讲了以后才知道 就像我们《入大成论》啊 就是有些的话呢 你光是这个法本给你的话呢 我觉得是就是不一定通的 如果你好好地讲 好好地学的话呢 也许可能懂的 所以上师行的也是 也是这样的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自己也好好学一下 然后那个 从这所就是佛教大学成立至今呢 一直不间断地讲文这些论典 法王所刚开始这个 《华曼论》和《入菩萨行论》 还有这个很重视的 就是很重视的 然后只要那种佛教大学存在呢 就是你们周围都必须要不断地弘扬这三种法 就是刚才这三种法 这就是这个法圆满 这个照片当中的话 当时我们好像当时我们原来造了一个法王的虐传嘛 就是当时我们就是问能不能把他的有些伏藏品 就是然后当时法王答应了 就是全部放在一起就是拍照的 就是这里面全部都是法王 那个照片里面全部是亲自去的 就是包括旁边的那个黑色的黑螺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那个三爷当时去的 是不是那个作命父母的仪轨从这里取出来的 其实我们看起来这些远远的什么这样的东西的话 相当于是我们世间的各种优盘 就是优盘里面就是装很多资料 就是通过有一种方式的话 打开就是里面文字就可以再出来 其实抱歉的话也是这样的 很多伏藏品的话 他依靠这个空性的秘密收音 然后就是音质 音质以后就是这个伏藏师 他用通过其他的秘密收断 他可以打开就是变成了真正的经文 所以有些是前面的直觉是空性文字 然后其他就像是我们这个 相当于是优盘一样 就是最后他用在他的智慧的电脑上的话 那就是可以打开的 就是一般的可能那个电脑上不一定能打开 优盘的信号都有不同的 要不然今天讲到这里